这位山西的小仙女 你家小孩穿过了 然后这个衣服还有一股酸臭味 你就不要再退回来了好不好 你看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衣服一共才60多块钱 你平时出去吃个东西干嘛的 都不只这个钱吧 然后你这一点衣服 唉我不说了 行了我跟你拒收了啊 我也不曝光了 今天从早上处理到现在 还有一点没处理 全是你们这些六一 唉行了六一过后退回来的 我不想再说了 看看现在的电商怎么做 这么多 这个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鞋子穿成这样子都要退回来 你看到没有 五月十几号收到了货 五月三十一号申请退货 六一活动结束了就退回来 这些 有没有一点数字的 这其中的一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一些快递员已经带回去了 天天十几二十几个 现在平台要不要管管 这个是今天早上快递员送过来的 检查出有问题的 看到没有 有多少个 看到没有 这个只是还是早上的 然后看到没有 穿成这样的鞋子 我跟你讲 真的是我都很想发货 问问这些家长 有没有点到的数字的 是不是 六一你穿了你就穿了 是不是 你参不参不起活动 你就不要去参加 这么多 还有下午的还有一大批 一大清少的 影响不影响人心情 我都很想骂死他们去了 有没有点到的 是不是怎么教养你们的下一代的 你们的下一代是不是 没有人教养你们 你们来扩害我们三家 我们三家不是人了 是不是 我们三家的钱 是不是从天上刮下来的 看一下看一下 六一儿童结过去了 穿过的衣服全部退回来了 都是喷臭喷臭的 都是有味道的衣服 这样做人不怕招报应吗 来大家看一下造性的一个垃圾 你看一下 退货是怎么退的 并且这些都不是我们家的衣服 退错了 我们找他 他也不管 不理 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 他说快递搞错了 但是不管是谁家的衣服 我不相信商家是这样子 给你发货发过去的 我不相信 商家的每一件衣服 应该都是这样子打包好 给你发过去 随便 不知道拿多少年前穿的衣服 不知道是哪家买的 然后呢 好臭 这件衣服 我从来没卖过 而且是湿的 非常的臭 是穿过的 湿的 然后退回来的 不是我家的 聚措无比 联系他 付回信息 接电话 让他处理一下 他说快递搞错了 让他找快递 然后把我们的衣服放回来 从此再也不管 经常我是说这个钱赚到哪里去了 原来都是给这些网络垃圾被贪污了 他寄过来写了快递单号 平台就给他急速退款了 可是呢我们怎么办 我们没办法处理 我们要拿出证据什么开箱视频各种视频 但是有时候我们一拆包 一拆出来就拆了 拆了之后再拍视频 不做效了 没拆出来才去提供 没拆包拆泡的过程的视频 那你谁想到会有这样的人呢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世界什么样的垃圾都有 现在大家都在吐槽 档口关于退货的这个问题 我作为档主呢 也来讲一下我们的心声啊 其实像我们档口的话 一般都没有说因为退货啊 跟客户来发生一个争执啊 这些问题的 但现在确实是有一些买家 他吊牌剪掉了不说 衣服穿过洗过 然后甚至像这种 剪个大洞啊 退回来的 都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 DN4被平洛洛干崩溃 来看这个订单 订单金额44块05 点进去 显示售后类型 退货退款 退款成功20.05 现在看很正常的一个售后订单 对吧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在退货退款20.05之前 这个买家是上来就申请了平台介入 申请仅退款19块 我这边还一脸懵呢 赶紧问他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结果呢 一读不回 仅退款成功 你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 紧接着 这个卖家再次申请 退货退款 然后马上退款成功 你申请退货退款 你平台 好歹让人家把货给我退回来呀 你以为这就是极限了吗 因为我态度消极 再次被罚款三块 我就想问 买家已读不回 我持续跟进售后问题 怎么就态度消极或推脱了呢 不理解 好吧 我们来算几乎 这个订单 产品的成本28元 快递费3.5 推广费11.08 算11块 那这一单固定的成本 42.5 我一单就赚了1.5 然后这一单 我赔了产品的28块 加快递费的3.5 再加退款费11块 再加罚款的3块 一共是45.5 我们拿45.5 除了我的这个利润 1.5 等于30 也就意味着我需要去卖30单 才能勉强去弥补这个亏空 做电商真的能遇到好多好的奇葩 就是我老板做了一个T恤嘛 然后他是让我拍几个视频去带货这样子 T恤的大货是刚到 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工厂发过来 简直打包一下 然后发出去的这样子 所以不存在退货件二次销售的 然后这可以继续发出去之后 有发生了客户退款吗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退货退款是消费者的权益 然后呢 收到件的时候发现那件 就是弄的已经不能二次销售了嘛 就领口上有粉底之类的 然后老板说 哎算了 这件事情算了 咱们也是应该做的 所以跟消费者关系要打好 就是名声要打号嘛 这个衣服就不会去二次销售了 成本就像这样子 自己亏了算了 然后去跟这个消费者说一声 跟这个顾客说一声 就是以后可以多光顾我们店哦 但是这个事确实是染上了 不过我们会操作的退款给你 然后结果 那个顾客收到之后 他就回了 他说我穿的时候根本没有化妆 而且你们这衣服 我收到的时候 腋下是有味道的 借完你张口就来吗 这个衣服是工厂发过来给我们的 我们直接就是发出去的 不存在退货件的 所以我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要去杀这些谎呢 这就没办法干了个账人了 喂 你好 没愿 你好 你好 这个 我看你从咱们家买了一套马面圈 我看你选择的是解退款 是咱们衣服有质量问题吗 这咋的 解退款 解退款 衣服没有质量问题的情况 你要不让你选择费货退款行不行 就没退货货货 啊 你没退货过一个月吧 我买东西的时候从来没申请 我退货货货货货 我买东西的时候还我钱 不不不不 你要不喜欢的话 不要紧 这连货预费都是我们的 我穿的撒产月费的 你不 Boa 别慌别慌 别慌特 Uncle 你这样的话 现在没 你没有良心啊 你问我自己良心 那你不行 你剩下退货货款行不行 你极不到 你正iding拜拜 你们把我搬下个人准备 小說俱кив的啊 不是 你这个�ünd 不要闹 别闹闹这个 这个 睡觉 去这吧 去这吧 到了吧 在这边边 用这边干着再帮我弄